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 每天就会接到各种各样的陌生电话 这两天南京市民陈先生就在一天之内接到了上百个陌生电话 而说到原因呢还挺奇怪的 因为他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卖家 昨天早上陈先生正在上班 手机忽然响个不停 就是从早上八点钟开始 我的手机就不停的接到那个房地产公司的电话 然后一天下来大概接了有100多个 后来晚上实在受不了 我就把手机关机了 陈先生从没打算做房产交易 怎么会有这么多房产公司来询问呢 按照对方提示 他在赶集网上果然找到了这个 用自己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的售方信息 通过发帖人的发帖记录 他终于电话找到了这位发布者 我就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是上海这个易云家居电器网的 他说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可讲的事情 他就要报复 然后网上发了很多这种虚假信息 这时陈先生才恍然大悟 原来昨晚他在网上买电器 询问商品型号时 与客服人员发生了几句口角 后来电器也没买成 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没想到客服人员竟在受访网站上 发布自己的电话号码 可他既没买商品 也没留下联系方式 店家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手机号呢 仔细检查才发现 他的淘宝账号上竟留存着QQ号信息 QQ邮箱是绑定的 个人资料上面 他通过这个QQ邮箱 然后添加好友栏 就可以看见我QQ上的姓名跟电话了 陈先生说 因为自己同事销售工作 为了方便就把手机号写在了QQ签名里 没想到QQ邮箱与淘宝账号绑定 淘宝卖家会用这种方式报复自己 如今他已经在房产网上对信息发布者进行了举报 收房信息被撤下了 响个不停的手机 终于安静了 网络就像是一个大链条 QQ签名里的一句话竟然能被淘宝店家这样找到 并来了这么多的骚扰电话 这个真是不敢想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了 QQ签名不能够随意写 因为他不仅好友能够看到 也可能给不怀好意的人留下机会